接着来看到在中国社会 最近一整个月股市都成为热门话题 从菜兰族的大妈到公司上班的大叔 人人都在买股票 专业术语人人上口 好像每个都是分析师 不过到底是在买股票投资 还是拿彩票赌博 就没人知道了 4月伴随上海A股一人一户解禁 中国进入人人炒股世代 投入股票的散户 6月底统计超过9000万 疯狂情况是所罕见 连外媒记者也大为吃惊 古代来临散户荷包重创 但投入股票市场的大妈大叔们 似乎依旧笃性坚强 股票重挫 仍旧既望政府出手一把 他们似乎相信股市一定会扭起来 这一波行情至少应该能持续到16年甚至17年吧 包括上班族 然后50岁以下的 大概有9成的人有投入股市 这个数字让我非常非常的惊恐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不仅是全民封股票 而是这种全民炒股的运动 他们会觉得股市在这边只有涨的份 没有跌的份 以羊群效应形容非理性投资人 从众心态 贪婪投机 造就中国股民运动 但有了多少人真的知道 自己手上买的是什么 它其实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 它就跌到了1600点左右 换句话说 如果你当初的高点你没有卖 你的资产是整整大幅的缩水 是高达75% 投资专家深表忧心 就怕股市成了赌场 因为人为操作严重的中国股市 可不是谁都玩得起 下电视是沈维彤综合报道